大家好,上次课呢,我们学习了一下这个UFD当中的标准检查点 那咱们这次课呢,主要是学习一下这个页面检查点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是接着上次课来讲 那么我们把UFD打开,然后的话呢 我们呢,在这个Active Screen或者叫活动目标当中来看一下 当我们把每一个操作进行什么样 选择的时候,在界面的右下角活动屏幕这一块呢 会显示对应的操作的什么,截图 那么假如说我现在需要对这个首页 当中的首页做一个界面的检查 比方说它有多少图片,比方说上面有没有多少链接 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添加一个叫做什么,页面检查点 那怎么做呢,大家看一下 选择你所想要做检查的页面,点右键 好,插入什么呢,同样是插入标准检查点 大家看一下,点插入标准检查点 然后呢,你选择这个页面就可以了 选择这个页面,Page,点OK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它就会产生一个叫做页检查点属性 也就是就会检查怎么样,OA登录这个页面了 那么这个页面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检查属性有三个,第一个是录了它,加转时间 第二个是,这个界面当中的图像有多少 第三个是,这个页面当中的链接有多少 假如说经过我的UI设计,在我的录首页上面 我的图面可能有两张图 两张图,那么我测试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考虑 这个如果说你回方的时候它只有一张图 那是不是就是个缺陷,对不对 那假如说我的预期结果当中在这个界面当中啊 它包含了一个链接,可是我现在这个界面当中怎么样 没有,那是不是也是个缺陷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界面的检查点呢 它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判断 如果说程序员那边做了设计的变更 而我的这个测试工程师这块又没有得到这个相当明具的需求 比方说原来是两张图片的 现在程序员把它改了,改成一张图片 可是我脚本当中录制的时候 或者是我设计的时候,我的预期结果是几张图 还是两张图,那么回方的时候 它只有找到一张图了 通过这个页面的检查,只找到一张图 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测试结果的失败 那么我们这边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我添加了这么一个简单 我的期望结果是这个界面当中有两张图 那么我们添加进来 在当年不做之前之后都无所谓了啊 好,大家看一下有这么一个check point 看到没有 然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执行的时候 那应该是错,对不对 因为这个系统当中 我期望的是有两张图 在首页登录的时候 但是运行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几张图 运行一下 好,它整个都跑了一遍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 在查看,全部展开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 千万块运的失败了 你看啊,你的期望结果是一张图 两张图 你看,第二的时候显示的预期 红色的这个图表是你的实际结果 但实际是有一张图 那也就是这个过程可能就出现了一个错误 这是我认为构造的一个异常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UFD当中的页面检查的 用的硕实话不是特别多 除非是你一般情况下 像设计做了一些变更 你测试不是说这个特别清楚的得到了 但程序并没告诉你 对吧 也没有人告诉你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测出这样的错误 一般情况下很少碰到这种 那么这里面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展示 叫配件 叫页面检查的 那么在这个对象库当中 它也会出现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检查点和一些相关的东西 都会在这边列出来的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其他的这里面就不去给大家多讲了 不去给大家 用的不是特别多 那这个是我们的页面检查点 OK 咱们这个就讲到这边 啊 好